我愿意 离婚了 对 多久啊 半年多了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女孩跟我 谁提出的离婚 我提出来的 他们家从来就是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自己人来看待 怎么会觉得人家家这么多年不把你当自己家人看呢 这个 我很少听到有这样的离婚理由的 他总是这样 他就是爱发牢骚 怎么爱抱怨那么一个人 你看你怎么这么说我 那你家不是处处把我当作一个外人 我能这么说吗 他有一个朋友 搞开发的 有一个就是顶帐楼 然后这个事儿吧 让我知道了 我就想要买下来嘛 就是我和他结婚已经八年了 这八年期间 我们是和他父母一直在一起住的 大事小事就产生的矛盾非常非常的多 我那个时候吧 我就想搬出去 可是他们家呢 就是不同意 我父母做的也没有错呀 你想一想 如果我父母这么大年龄了 他们你说还一束缚把我养大了 如果我们分出去之后 他们能承受出这种落差 怎么忍心把父母扔在一边 我并不是说不养你的父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换一种生活方式 比如说我们搬出去 可以过年过节看看他们 或者是逢年过节 把你父母接到咱们这儿来 等他们到老了 年纪大了 不能动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接过来 再照顾他 不也可以吗 我能问两个问题吗 可以 你在家里独自 我还有个姐姐 还有个姐姐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还挺封建啊你 他确实就是这样 不搬出去住 是因为说我们在经济上 没条件搬出去呢 还是说就想跟父母住在一起 就是想孝顺父母 在结婚之前嘛 他就说过说要和父母住在一起 当时吧 我就觉得说爱一个人 就是他的就是任何什么 我都应该接受 所以说吧 我就答应了 为什么婚后又想往出班呢 生活时间久了 就矛盾越来越多 都有什么样的矛盾 比如说我在他们家 根本就是 一任何的权利都没有 三奶买多了 他们家都得数了 我说你买那么多喝得了吗 我爸妈有错吗 你想一想 他们这个年纪人 他们就是以节俭为主 他也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不想让我们铺上浪费啊 我没有说你爸妈错 他们节俭是好的 所以说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代工 你们这个钱怎么管 工资卡都归他 他给我管理 然后每个月 他就是定期给我点钱 你的工资卡归他 对 放到我这 对 我寄个快递 我都不敢寄到我自己家 我都得寄到同事家 寄到同事家以后 我还得想着 我这个快递 我怎样才能拿回去 我说使报纸包上啊 还是以什么方式拿回去 就怕他们家看见了 就再数了我的不是 所以说我就主张要搬出去嘛 搬出去就省着有 产生这些矛盾嘛 除了这以外 他们家吧 就是不尊重我 就好像是我不存在一样 有一天秋天 我要买秋衣秋裤 在买秋衣秋裤的时候吧 我还事先问了他妈一声 我也给你买一声吧 他妈说呢 有一身穿就行了 不买了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身 就放在我那个屋了 等转天一找 秋衣秋裤没了 后来我才发现 穿在他妈妈身上了 我妈有错吗 你想一想 你嫁到我家 就是我家的人 那我家的东西 你想一想 我妈穿你个秋裤 还用第三下字的去求你吗 并不是说第三下字 求我的问题 穿在你妈妈身上可以 你告诉我一声 我不会不让你穿 家里大到一个照相机 小到一把剪刀 说没就没 我只说找我就找不着 我在家里 任何的权利都没有 我是一家之主 所以说我有权利 那么想一想 就我有知悲权 再说我这样东西 你说也不是外人 你说我还用征修他的意见吗 什么叫一家之主 那我不是你的妻子吗 那我是什么人呢 那我是个外人 这不是还是处处 把我当的一个外人来看待吗 那你们离婚是怎么离的呀 离婚就是因为一套拆迁房嘛 我和他就原先不提出 买房子那件事嘛 他家不同意 他还说我 父母这么照顾孩子 这么不容易 你还不知道敢爱 净挑刺 我感觉就是这么一事 你想一想 他一点都不求感恩 下班回来吃现成的饭 孩子有人照顾 你说你一点不感恩 总说这是那 我感觉他就是个白眼狼 我怎么觉得你像白眼狼啊 兄弟 你跟我说跟父母住 是为了孝顺父母啊 我怎么听你这完全是 给你做饭 给你看孩子 那老人的心情 都是这种心情 行吧 他还说呢 你在我家不得感恩 你愿意住 你这里出去住去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住 我一去之下 我就回了娘家 回娘家三个月嘛 她家就没有人来接我 我就是有点沉不住气了 自己就主动回了婆家 回婆家一看 他们家在商量一些事 她父母就格外有一个 就是拆卸房啊 在我回娘家 这三个多月期间 他们家我就估计 就是在预谋这件事 你说话别那么歹毒 什么叫预谋啊 怎么不是预谋 他们家的意思呢 是想写她的名字 看我回家了 拿了一份协议要我签 这协议上的内容 是这么写的 父母吧 愿意把这个房子 转赠给我的儿子 与我的儿媳妇无关 啥意思啊 你说我也懂法 那一个那个意思 你想一想 说在这七八年当中 我们的摩擦不断 那我父母 有我父母的顾虑啊 他们年龄大了 你想一想 他们这辈子 这大半辈子 唯一的积蓄 就是这处房产 你想一想 能因为我们俩的婚姻破裂 把这房产 分给你一个外人吗 什么叫外人 你看你初初把我当作一个外人来看待吗 然后我一气之下 我就提出了离婚 当时他们家 就是马上就同意了 你连家 你都不顾全大击 连孩子你都不想要 你说你 你提出离婚 那你想一想 那我可能也是一时之气 我也很重 我当时不是生气吗 生气就是处处 你们提防着我 好像我嫁给你 就是突然你家的那些财产似的 那当时突然你家财产的时候 我为什么 还要想着从娘家借点钱 还要想着 你住房公积金在代价款要买房呢 你嫁给我那天 你是我的老婆了 你就应该顺从我 我说啥 你就得听点就完事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那我是啥呀 你总是感觉 他理解的有点偏激点了 你想复婚吗 想复婚 因为我想 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吧 孩子的内心 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这孩子跟谁啊 现在跟他妈妈 人家没有不要孩子 当时他就为了争取这个 说必须孩子归他 那我先归他就归他吧 我家也是个女儿 因为女儿吧 跟他妈妈的关系吧 感情非常的深 都是女儿跟爹的感情深 没听说过 女儿跟妈的感情深呢 特想要个儿子 传宗接代吧 想要吗 也有这想法 郑杰在这儿吧 你今天是真想跟他复婚吗 对 我诚心诚意地想跟他复婚 为什么呢 我感觉 这段时间 他离开这家之后 我也感觉到 他对这个家庭来说 真是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你当初干什么去了 当初处处把我当的一个外人来看 就拿开家庭会议来说 每次开家庭会议 你们家都得背着我 甚至说 告诉我 小梅 你出去一下 我们家商量点事 什么意思啊 他总是这么想 他总是这么理解 是还是不是吧 这不是家庭会议啊 是什么事 就是我爸爸妈妈在家 我都在洗 有时是我姐姐 我姐姐家的一些私人事 你想想跟他也没有啥大关系 如果我感觉他听不听 无所谓 也没有啥发言权呢 什么叫你姐家的事 那我嫁到你家 你姐不是我姐吗 就有一次我说 开家庭会议就让我听听呗 他说 你真拿自己犯回事了 就是这么回事啊 你没有啥权利 在这不守 咱说话质地有生吧 我捧 您说的是 他在你们家不可或缺啊 怎么又变了 我感觉到 他到底是不可或缺 还是可有可无啊 还是需要的时候 就不可或缺 不需要的时候 就可有可无啊 但是我主要就考虑到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吧 不涉及到我们俩 所以说感觉吧 怎么不涉及啊 你尊重他吗 而且呢 他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 从来不考虑 我是怎么想的 就是以前吧 我们买了一个弹簧床嘛 这个弹簧床买的时候吧 他们家就百分阻挠 我自己就是 一个月就少花点 如果攒了些钱嘛 攒了几千块钱 我就买了 他们家亲属来串门 带着小孩 特别爱上我们那玩 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 不说 他就把我这个弹簧床 当作一个玩具来玩 就当作蹦蹦床 弹簧都崩坏了 你说能不叫人心疼吗 这就是小迪大作 有啥大惊小怪呢 再说是我表姐家孩子 也不是外人 我跟他说 甩不说我多少回了 然后他就是不听我的 后来呢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了 我只有用把这门锁上 我心肠放 但是这种做法 我最不理解的 你把门锁上 我表姐再来 她会有什么感受 心情都没有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当着很多人的面前 说我 你真拿自己当根葱了 你真拿自己 当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那我不是这个家女主人 我是什么呀 我是 我是你取回大家的工具啊 只是生孩子的工具吗 我认为你爱一个人 就应该爱无其无 应该接受我所有 哪怕是缺点 那你接受他的缺点吗 说实话 我听不下去了 我怎么觉得 特别像我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那个 解放前的那个 同样的 老师们给说 我已经快练气了 对啊 就真受不了了 我现在可以 感受到这八年来 您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别再给我打板啊 公公来现场 来我们有请吧 您好 大叔 今天来 南华同 目的是 劝我儿媳妇和儿子复婚 你觉得他们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呀 我有一处老房子猜钱 因为他们 这个小两口吧 在平时过日当中 经常吵架 我们当老人的吧 也就 说实在 担心他们离婚 我就跟儿媳妇说了 跟他签个协议 所以呢 儿媳妇这时候 就更 恼了 来之前呢 老伴已经有病了 就是他让我说 你到那儿 好好劝劝他们 让他们破镜松原 儿媳妇也想一想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说你回来过日子 你提一些条件 我呢也可以考虑 虽然说现在我们离婚了 但是我还得 还得叫医生爸 你想一想 你们家处处就是 把我当作一个外人来看待 我在这个家 我就觉得 过去的事 咱们不说那个 公公都说了 提条件 提 我现在觉得 我就是再回去这个家 我个人觉得 这个 未来我们回去之后 谁管钱呀 他如果要回去的话 那他做什么办 行吗公公 行 我们要回去的话 那房子的本上 写我们的名字吗 也可以考虑 不不您得给我们 您不是说 我们提条件吗 他们是夫妻呀 那还得 财产是共同的呀 但是实际上我爸 我妈 他有他们的想法 我们俩都应该说 说两口的 对 没错呀 两口的 这跟老人没关系 但是正常应该 我应该跟父母商量一下吧 这毕竟不是我 因为不是我的财产 这是你的了 赠予给你了 就是你的了 如果他要真诚意诚意地 回这跟我过日子 我可以 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的要求 就希望儿子 喜欢儿子 破镜重圆 重归于好 好好好 谢谢您啊 谢谢您 老人家一定要保重身体 这老人没什么不好的 就这儿子 他不会 不会做 所以您看 还害得您今天到这儿来 注意身体啊 回家问老伴 好好吗 谢谢您啊 谢谢您 请回请回 父亲也聊了 我觉得如果你 不把这个问题 有一个发自内心的重视的话 什么房子 都可以不要 不用回去 如果你真的意识到 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 妻子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未来的生活怎么办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 来 那个气死的人 跟你叙一口气 我 我说实在话 我还没缓过 其实录这节目 录了四五年 让人生气的特别多 我都感觉我自己 怎么那么贱 觉得录的第四年 第五年 来碰这事 还会这么生气 是 还会这么生气 但是问题是 我们生气 有人根本不生气 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 口口声声 一家人 其实从来没有 把别人当成过一家人 甚至没有把别人 当成人 口口声声说 我的妻子 不可或缺 但其实要的 不过是个顺从的奴隶 口口声声说 我要来复婚 其实不过是 趁离婚期间 把房子搞躲了 回来要孩子而已 只顾自己的感受 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 极其自私 说话 手不摸着良心 嘴不对着心 极其虚伪 如果我是你 我带着孩子 另嫁他人 我找一个 哪怕不是他的 血缘关系的男人 只要他正直 包容 善良 我就让他 叫他做罢了 我很久没有 这么动真气了 你知道吗 但是今天实在 有点听不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 其实几位老师 都提到一个词 就是我们有很长时间 没有碰到这么 不尊重别人的人了 那个川啊 我深怕看见 待会儿呢 这小子 甜言蜜语两句 他待会儿就从那儿出来 我待会儿气得不行 我先退场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这是他的一种表态 我觉得大家最大的气氛 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 而是你用一种 所谓正义的面具 来做一些错事 这是最可怕的 等于这姑娘一说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 这个居所 她来一个 要有自己的居所 就是不孝 这就是大家 为什么对你很气愤 但是 我们又不能鼓励说 因为她这样了 她就走 说不好听的话 我她娘家人 怎么办 我得考虑现实 34岁 带个姑娘 结婚八年 离婚了好听吗 而且背负的是 另外一个名字 为什么离婚啊 跟婆婆弄不来 不孝顺 贪人婆婆家的房子 这么出来的 谁又敢娶呢 你心里难受 是难受在这儿 你也是太老实 姑娘是个好姑娘 你知道吧 你愿意出来就出来 因为生活是你选择的 我们替你气也没用 但是 我希望您 真的有所改变 这么好的媳妇 时间留给他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在失去你的日子里 我的生活暗淡无光 那么现在我真正的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愿意为你改变所有 那么我也知道 说这些年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因为是你的爱 所以你才逆来遵受 那么现在我想说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希望给孩子一个家 老婆回来吧 在这八年当中 我长寿的太多太多 付出也太多太多 我害怕回去再过那种生活 我已经对你失去了信心 你相信我 相信我用行动 虽然说人的一辈子 有多长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用我的自己全部的爱 去呵护你 去照顾你 太多机会 虽然说不清楚 两位交换吧 回吧 来 请关门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是这个姑娘 你会回去吗 回去选赞成 不回去选反对 来 各位请选择 百分之一百的观众 选择了不回去 问问大家怎么想 我感觉作为一个男人 不应该这样 其实说大男子主义 是体现在爱护媳妇 呵护媳妇 保护媳妇 不能让人受委屈 我也是反对他们 我觉得吧 这个人的性格已经形成了 他不会改的 已经到这个年龄了 他改也改不了了 谢谢啊 这儿我特别声明一下 只是这个男生 在家庭关系这一面 处理跟妻子的关系 这一面没有处理好 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坏人 和他的道德无关 只是他的处事方式有问题 不被我们所接受 大家千万别认为 这人道德就有问题 那是很麻烦的 接下来一起数五个数 看看女生的选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我刚才说了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 你的错误来自于 你没有很好的尊重你爱的人 我希望今天你在这个舞台上 做出的好好对他的承诺 是发自内心的 我希望你今天所说的话 变成你改变的动力 变成你们之间的爱 来 尤其我们的小花童 把这个戒指给叔叔 谢谢 辛苦你 谢谢杰丽娅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 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 希望你把这个礼盒 送给你的爱人的时候 心里发自内心的在说 爱要有你才完美 我非常感谢主持人 和在座的观众 那么实际上我来 此行的目的就是啥呢 就是打开他的一个心结 我也想借助这个 爱情保卫战这个平台 我做下承诺 看我的承诺 用不负不付出于行动上 其实它在我心里 还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但是我也有一个 唯一的要求就是说 我们俩复婚以后 就是即使复婚了以后 我希望我们俩能够 搬出去住 可以吗 可以 完全可以 好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来 各位请见证 那么此时此刻 我郑重其事地说 我愿意为你改变一切 我把所有的缺点全改正 相信我们的爱情 一定会把这家 营造得更加魅心 跪下 我希望你真正能够 为我改变一切 然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我希望你能够 多站在我的角度上 公平地看待问题 多考虑考虑 我内心的感受 我能做到 我认识到错了 谢谢你老婆 好 最后一个要求很简单 听其言观其行 麻烦你把妻子抱走 怎么了 你都要为她改变所有的错误了 抱她两步 抱不动吗 抱着 怎么抱不动呢 祝你们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